2024年1月1日在日本石川县发生了大地震 我的朋友决定去建兴区救援 然后听他说救了4个中国留学生 具体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我采访了他们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首批嘛 基本上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首批 但是我们去的是很早的很早的一批卷 当初我们的物资拉到石川县 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 新闻是不是有点夸他其词了 但是随着我们再进入个10.20公里 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场景 真的是一种像是人间的惨剧吧 这个安全我也跟所有参加的成员已经说了 我说我们进去的话要跟家人说好 另外一个我们也给所有资源者 全部都买了个人的保险 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 但之后也要告诉大家 可能面对的危险全部都是维持的 交代银行密码了 我们现在是在最危险的地区 得告一声 那万一哪儿 不行不行 这会儿这个道太宽了 根本就过不了 比较危险 大家小心点 买车啊 多注意 多注意一点 医师流已经把这个路 滚住了 我们的车过不去了 两半三路塌了 我们一直在听着广播 我说我们把所有车上去放下 听着广播 一旦发生海啸 我们要做好汽车的准备 那边有华人吗 总共有八位华人游客被困了 我们就回来思维 我们当时应该是正好吃完饭 当地的老板娘推荐我们说 日落的时候海边特别好看 所以我们就一路开车往海边走 刚到海边 手机的那个地震警报就来了 好危险 当时我们是坐在车里 坐在车里的时候 就已经坐得很不稳了 地震完没多久的时候 那个海边的水平常 吵起来全部吹下去 所以很害怕 是吗 你看到大海是变成就是比较黑了 有一截是深色的 是吗 你们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这个 对 刚出来一截是深色的 那你也看到了那个很多 那些是在那里 没有 这个我们还看不到 但是我相信有太多的救出来了 因为有些房屋直接就坍塌了 根本就是还没有办法 有人手进去进行营救 现在日本政府发布的 公布的死亡人数大概 一百多人吗 所以你觉得不可能这么小 不可能不可能 还要上涨 还要上涨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人 彻底的趋势或者死亡 他们肯定是不会公布的 肯定会还要往上涨很多 核心的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塌下来了 特别特别多 倒下来的就是基本上 各房子彻底的塌下来 我感觉人要在里面的生活概念太小了 彻底塌下来的房子还是相对来讲 旧的房子比较多 旧的房子比较多 我想问你 为什么农租这次决定去救援他们 当初是专线一个电视台预警的时候 他用中文重复了一遍 用英语各方面都在播报 这个对我们感觉很温暖 然后我们觉得就是在灾害面前 是没有国界的 另外一个我们作为中国人在灾害面前 我们能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个肯定 我们在地震的第二天一大早就相当于 对当地渔民他们这边就收容了 带到他们的一个活动室 然后临时的室几乎人家 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冰难 然后把家里的东西都在一起共享 各方面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 像当地的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食物吧 还有去的地方住的地方都有 而且他们给我们展现出的一种 很积极向上的情绪 对他们的心态非常好 没有说因为这次地震造成了他们 就是一直在哭泣啊 很害怕的那种恐惧啊怎么样的 更多的反而是在安慰我们 一直到我们最后走的时候 大家都是抹着眼泪走的 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石川 干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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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